台中知名的梨海滷肉飯原子店開業 至今有將近五十年歷史 是不少在地人從小吃到大的老味道 但是如今傳出來說 由於店面要進行都更改建 再加上老闆娘年紀大準備要退休 因此原子店預計在六月底要結束營業 搜集傳出來之後也讓偷客相當不捨 這是台中知名的梨海滷肉飯原子街店 凌晨四點鐘就開始營業 在地飄箱已經將近半個世紀 是許多在地台中人的青春記憶 不過現在卻因為都更改建 店面即將拆掉 老闆娘說自己年紀大了要退休 因此原子街店在六月底就要結束營業 老闆娘決定退休在地好位 直到六月底 不少老顧客聽到消息都覺得很捨不得 黎海本店就位在台中第二市場 如今同樣由家族後代經營 不過和原子街店的經營時間不同 從下午四點鐘一路到凌晨三點 是不少觀光客到台中的必吃美食之一 一旁赫赫有名的還有山河滷肉飯 同樣坐無虛席 而台中漢口路上的東興市滷肉液 京城路上的夜間部控肉飯 也都各自有擁護著 記者高月劉漢瑋胡杰倫 SNG小組 台中報導